前文再續就書接上一回 那個癡兒似乎認了 一入門就打傷銀兩給人的不祥之兆 結果一連四五次 每次賣勢就每次輸 一下就不記得七十兩銀 這癡兒就像倒紅了眼的賭徒一樣 猛叫賣勢 這陣小琴在旁邊說 少爺,不要買了,我都沒有銀了 啊?我都沒有銀了嗎? 為什麼你不帶多些來呢? 我,我以為少爺你一定贏的 誰知道你現在孔夫子搬家有美書 少爺,不如我們向這個莊家大姐借些銀來賭 小琴這句說話的意思 就不是真的想問她借錢 而是提示的癡兒 喂,玉手可以大鬧一場 癡兒這陣那對眼就向這個妙齡少女看過去 那個少女趕快就說 哎呀,公子啊,你都明白的啦 莊家就不能借錢給人的嘛 公子啊,如果你要借呢 儘管去對面那間錢莊去借啦 那癡兒都還沒說借不不借 旁邊有個好心的賭徒過來對癡兒說 公子,那種錢千萬不要借啊 一借就永無翻身的呢 她那些利息啊,不是以年以月計的 以時辰以日子來計的啊 來滾來,這十兩不用兩日啊 變一百兩啊 怎知道她千萬又不怕啊 不怕不怕 我家有萬貫家產 有糧田有牛羊無數 区区一百兩 小意思,小意思 那那個人還想勸 又有一個這樣的人過來說 這位公子喜歡去借就借啦 你何必這麼多口呢 你不怕惹禍上身嗎 你不要不記得啊 是非皆恩多口啊 這陣子妙齡少女又嬌聲問啊 公子啊,是不是要借錢呢 借啊借啊,不借啊,我怎麼跟你玩啊 勞家看公子你都不像本地人 借錢恐怕就不太容易了 萬一公子你還不起債 我們莊老闆去哪裡追吧 不知公子身上 有沒有值錢的珠寶啊這樣呢 若果有了 那要她來做抵押 那借錢當然容易很多啦 痴兒似乎一下醒起 馬上問小琴啊 啊,我那幾顆珠你帶了來沒有啊 帶了啦,少爺 你要用她做抵押啦 沒錯,沒錯 來,拿出來,快點啦 小琴一時就不明白 痴兒為甚麼事棍要這樣做 其實這個正是藉口可以大罵的嘛 為甚麼不罵呢 還要倒下去 難道少爺真的成了個賭套 現在抹到不來 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現在痴兒為要你拿出來便拿咯 小琴在懷裡掏了一個瘦荷包來 再從荷包裡 拿了三顆不及彈這麼大的珍珠 那三顆珍珠一袋 光彩奪木華光流動 每一顆珍珠的價值 何止千金 你知道賭場上是不罰色寶之人的嘛 大家一時間 聲音都不出 五六大雙眼 所有的目光 就盯著小琴手中那三顆珍珠 那這個妙齡少女莊家當然是色寶之人 更加默地口合不黏 看來這位富家公子真是家財萬貫 富夾一方 三顆價值不下千金的珠 竟然被一個 書童仔不斷袋在身上 哎呀 富豪可知 這陣子 遲疑把一顆珍珠拿過來 剩下兩顆 就叫小琴收好 然後拿著一顆珍珠 對少女說 姑娘 你看這顆珍珠可不可以抵押 值多少錢 這陣子妙齡莊家 眉眼亂飛 那雙眼就像零射黑一樣 馬上笑口時時說 哎呀 這顆明珠價值多少啊 勞家我都說不買了 我都說不出 公子既然要借錢啊 那勞家就打派些人去請杜老闆來 是多少值多少銀 公子當面跟杜老闆說清楚 好嗎 杜老闆 他是不是錢莊的老闆來的 他也是我們賭場的老闆 哦 這樣啊 那你等多久啊 不要那麼久啊 我現在就要賭的 那個少女一聽 心想 哎呀 你條水魚倒紅了眼 急著要翻本了 這一陣子就馬上有人說了 哎呀 老闆來了 那個少女莊家跟著說 哎呀 我們老闆來了 公子 你自己跟他講一下 痴兒跟小勤寧轉頭一看 只見到遠處人群中就來了一位中年的肥佬 這條肥佬啊 這條肥佬啊 周身都有肉 那樣的頭殼 肥到整個足球那樣 落在頸裡 啊 糟糕 他整臉笑口細細啊 簡直是一個笑佛 那 長沙城裡面的賭場啊 錢莊啊 技院 以及比較大鋪面的當鋪、酒館、客棧 都是由陰掌門人來經營 那最大的老闆 當然是碧眼教主呢 就由蘇總管來都擲了 但長沙府就例外 直接就歸碧眼教主管 那這一位呢 既是賭場 亦都是錢莊的肥老闆 是碧眼教主的一位心腹 聲道就明白 杜伯 花名的就笑羅漢 陰掌門的人呢 就叫他杜伯爺 那長沙城裡面的百姓 背後就罵他杜伯皮 人一被他癡上 不死都掉一股皮的 不將你的金銀財譜 炸關絕對不放手 那你也知道啊 這個賭場呢 已經是炸取大家血汗的一座魔穴 而錢莊呢 更是處於高利泰 不單有些賭徒 亦都向其他一切缺錢 急著等錢救命的人 放高利 長沙府 帶得不知有多少人 被這個少羅漢倒爬皮呢 搞得傾家蕩產 就原諒自盡 或者成為街頭黑煙 任長門在長沙府一帶的前兩 都是由這個肥佬一手就打點的 其實這個少羅漢呢 他有一身不錯的武功 得碧眼老魔親自指點 他的功夫與蘇總管並駕齊區 在蘇三良之上 但是他就深藏不露 因為他最厲害的理財 碧眼老魔看中他也是這一點 所以王陣那些打打殺殺 拿命去搏的事呢 從來不會叫他做的 一末就只是為碧眼教主滾錢 所以他有幾深的武功 連蘇三良都不知道 由於蘇三良為人正直 又比較正義 他自體不習慣少羅漢那種 太過陰狠剝削的手段 兩個人之間 不時都會爆發一些口角 衝突 但是蘇三良呢 不是被蘇總管勸著 就被碧眼老魔派人來責備他 叫他不要這麼多事管杜伯的東西啦 那麼蘇三良呢 可以說是內這個杜伯不好 蘇三良暗暗就希望一些合議人士 真是盡早把這個杜伯皮剷掉 使得長沙虎的百姓少受害 蔽在這個少羅漢做事是非常圓滑露煉的 儘管他剝削的手段就很陰險很毒辣 但是蔽在呢 他是一副生意人少微微的面孔 他的樣子都挺得人喜歡的那個 他從來就不強給人家賭錢 更加不強給人家借債 總之是願者上勾 甚至他服侍得很周到 所以他在江湖上也沒有什麼罪惡事 一般合議人士也不會找他晦氣 就閉在笑羅漢 這次就當黑了 怎麼都想不到這一次撞到的 是帶著幾分邪氣的痴兒莫文和小勤 哈哈 他三個一心一意來找陰掌門麻煩的 先找你的肥佬開刀了 那杜伯怎麼知道這裡有個水魚呢 原來呢 他聽到賭場的報告 說有這麼一位富家公子走來賭錢 現在賭到沒有了 但是他身上有價值千金的明珠要抵押這些錢 他一聽到這樣的消息 好像烏鷹聞到血腥味那樣 快趕快趕來 他現在看到公子在這裡 馬上笑口細細十分有禮 向賭妍再一會說 哈哈哈哈 公子請 賭妍又快回來了 阿北鑑 什麼你就是杜老闆 嘿嘿 杜老闆正是 聽聞公子你手頭一時不變 有一顆明珠想作為抵押 哈哈哈哈 沒錯 沒錯 杜老闆 喏 這顆明珠在這裡 你看它可以抵押多少銀兩 不停 消羅漢當然是識貨之人 他接手搖一搖一搖 看一看 去 他明白 這一顆這麼罕見的明珠 價值起碼三四千兩 他慢慢淹了一會就說 嘿嘿嘿嘿 這顆的確是一顆好明珠 我猜都值三百幾兩銀 公子,如果你真的守着用它来抵押,到我,哈哈,怎么说,大方一点,就借给公子二百两,怎么办? 哇,你这个死产,三千两银的明珠出价三百多两,而且只是借二百两,都不到明珠价值的十分之一,还自称自己大方,哎,真是食人不吝挖。 谁知道这个死产比重大方便说,好,二百两就是二百两,明珠你拿去,快你给二百两我,嘿,行,行,行,公子,能否去杜某客厅谈谈谈谈的吗? 不是,不是,我还要赌钱,你给我二百两就行,谈什么? 哈哈,公子要明白,杜某是生意人,当然要将手足交代清楚,以免日后无不认将,好一点的。 什么,你以为我会赌钱吗?嘿嘿,不是,不是,公子你绝对不会赌钱的,哈哈,杜某信得过,但是呢,你知道,哈哈,说清楚好一点的,哈哈,我们那不可以在这里说清楚吗? 是要去你那里的吗?呃,好,好,嘿嘿,公子你既然这么性急,是吧? 好了,杜某在这里就说清楚,小号钱中就是将本求利,是吧? 那你知道呢,借钱的规矩呢,通常借八就还十,嘿嘿,即是这样,即是这样,公子呢,你是借二百两啊,那杜某呢,就给公子银两就一百八十两,是吧? 那么一个时辰呢,你走来拿回这粒猪了,那你就给我二百两,知不知啊?公子,怎样?嘿嘿,很公平啊,借不借啊?借借借借,我为什么不借啊? 嘿,可以,可以,还有哦,小号的利息呢,就不是以日计算啊,嘿嘿,呃,是一个时辰计算的,利息呢,就是三十里,那就当然了,哈哈哈哈,刚才那个时辰不算啊,那以后呢,就每一个时辰,你就给利息三十里,还有这样,利上滚你啊,嘿嘿嘿嘿,怎样? 痴疑一心就急着要赌啊,你说完没啊?总之一切按你的钱账规举办就行咯,快点给我银两啦,快点啦,啰啰啰啰这么多废话 那个笑罗汉听了一点都不生气啊,好像这一世人只会笑一样,都不知道他生气怎么回事啊,还笑口咧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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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咧 咧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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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是容易嗎? 那我平時借一兩千兩銀給人家 根本不用手續的 少爺,你平時把銀像水般花 誰在乎銀兩呢? 少爺這一趟出門都好啦 知道這個錢都可以逼死英雄漢的 看你還敢不敢這麼大方借錢給人 神經病,不得人理睬 在借據上畫了一額 接著對少羅漢說 喇,搞定了,你可以給我錢吧 呵呵呵,行,行,行,來,拿去 少羅漢馬上叫人捧了一盆銀 上面放著十八頂白雪雪的銀 每頂十兩,剛剛一百八十兩 少羅漢說 嘿嘿,公子 我還沒見過你那麼壞壞的人 公子,怎麼收下? 好一點的,怎麼說好一點的? 不用了,統統給我擺在桌子上 好,好,好,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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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羅漢跟著說 嘿嘿,公子 祝你玩得開心一點 接著對妙齡少女說 嘿嘿,狗,狗妹 那你努力陪著公子玩 千萬不要抬蠻公子,接著 狗妹現在微開眼笑 聲音很甜 就說 八爺,知道了 我會盡心的了,包公子就滿意了 小羅漢去,笑口細細撿一補 兩百銀還有一百八十 看一顆明珠 小微微摸了一顆明珠 我去不識手扯了 唉,這顆豬倒在手裡 其他人就不希望熟得回 不只熟不回 你反而欠他一筆說不清的玄王債 不令你傾家當產,你也不是罷休 三十里的時辰利息不是一個小數目 我計算數給你們看 一個時辰之後 二百兩就變成二百六十兩 然後利滾你半天之後 變成一千零二十九兩四前七分 所以那些賭徒一般 就真的不敢向這個錢莊借錢 寧願走圈幾步 那些當舖典當衣物、財物 換回多少銀兩 沒有錢去熟了 就不要了,起碼不用獻債 雖然,說到底那些當舖 都是陰掌門經營的 是吧? 好了,那小羅漢走了 那個叫狗妹的妙齡少女莊家 馬上向車就飛了一個眉眼來說 公子,你現在有錢了 可以落大住了吧 哦,哦,好啊,好啊 現在我們又可以玩了 旁邊那個小琴看到這種 所謂狗妹的眼睛放電 真的一隻手把她的眼睛拉下來 看她這麼亂電人 小琴就以為她這種壞眼 就搞亂了痴兒的心拍 其實小琴怎麼知道 狗妹是賭場上的老手 賭極真是一流 痴兒一年輸了幾次 其實都是這個狗妹暗中做了一手 人家看不出 小琴從來都沒賭過 更加看不出 但是有人看得出 誰啊 痴兒了 她現在扮豬吃老虎炸牛 她等風情慢足的狗妹開心一下 你一陣就出其不意殺你的回馬槍 起碼贏你上萬兩銀 看你到時笑不笑得出 這陣狗妹又搖著那個蜜蜜蜜 眼睛就看著痴兒前面的一百八十兩銀 那她就搖了一下之後 放下就問痴兒了 公子呀 請下啦 哎呀 狗妹又猴急呀 她心裡真的想一下就把那一百八十兩銀 堪不斷地贏了她 這些東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